湖北方艙醫院的一名女醫生 基於自己在救援武漢疫情中的經歷聲明退黨 下面就一起來看她是怎麼說的 湖北的劉慧說 我是武漢方艙醫院的一名女醫生 在救援武漢疫情的過程中 親眼目睹方艙醫院內的種種亂象 我們前線的醫務人員缺乏防護物資 明知道物資被扣也不允許我們發聲 我們也是雀肉之軀啊 可是共產黨沒有給予我們女醫生 哪怕半點尊重 我曾經於半年前入黨 今特此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 高凱說翻牆出來不遲到新鮮的空氣 才發現牆內的環境如此的惡劣 思考原因才知道罪魁禍首是與之決斷